今天開始是我們 5 加 2 產業創新系列的行程 目的只有一個 也就是說 5 加 2 不是只是口號 是一個具體的產業發展跟創新 所有的政府都說要拚經濟 但是我們拚經濟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過去多半是由政府扶植領頭產業 不過 5 加 2 是不一樣的 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透過系統性的整合 既有及新增產業的創新 帶動整體的產業以及經濟結構的轉型 讓臺灣的經濟真的能夠更大 國際國招是我們既定的政策方向 發展國防航態產業 我們有信心 也有決心 亞洲航空就是我們這個計畫推動的推動者之一 在盧天堂董事長的領導之下 亞航這兩年來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不僅接下了許多維修的訂單 營業額翻倍成長 還成功上市上會 除了營業額的成長之外 我們也創造了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這兩年來亞航增聘了200多位工作人員 我看到現場確實有很多年輕的面孔 我要告訴大家 航態產業一定是一個有未來的產業 在各位周邊看到的 來自不同國家的飛機在這裡維修 我們非常有信心 未來亞航也會向全球市場 尤其是新南向的國家市場 來爭取機會 亞航的努力會證明提升航空氣維修的能力 不僅是提升了我們的國防戰力 這些技術如果能夠移轉到民用市場 更能夠創造無限的商機 今天我們看到亞航的成果 讓人感到很欣慰 國際國造的政策 我們不會改變 請大家使命必打 務必完成任務 在臺灣的國防產業 這條發展的路上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